那在这个里边他是有很多人 他是跟这个新中国联邦人的这个立场非常接近的 比如说这里边有一位明星人物 那这个上面的网址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自己搜索 那这里边有一个人 他叫金里奇 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 我给大家说一下 金里奇是1991年首位访问台湾的这么一个参议院的议长 那25年以后 那佩洛西议长又第二次访问台湾 所以在这一点上 在维护台湾的问题上 那这个 而且金里奇他是成功解决了 这个第三次台海危机 大家都知道中共一共有这么四次的台海危机 那这个金里奇他在这里边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旁边的这个人呢 对面坐的人就是当时台湾的总统李登辉 那这个 在这个里边呢 还有另外一位明星议员 就我们是不关心党派 我们只关心 就是说可以传递出我们新中国联邦的声音 新中国联邦就是为了灭共 那在这里面呢 就有一个灭共的急先锋 那这个麻烦导播放一下 就是中共外交部制裁11名美国人里边 有一个急先锋是Josh Hawley 那他的话 他提供了非常非常多的议案 你包括这个制裁这个习近平啊 要求在这个发布这个台海 要求这个一旦这个台海危机的时候 给这个台湾运送武器呀 那然后包括这个要求苹果撤回美国啊 甚至是防范这个中共的学术间谍 对病毒疫情追责 那制裁TikTok 还有追责这个西藏的问题 那所有的这些事情 那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这个 他们在灭共的方面 大家在这种理念上是有着一致的情况的